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赚明 今天给大家播讲《漫谈美国史》 我们接着来讲美国和菲律宾的关系 上次我们说到呢 菲律宾在西班牙的统治之下 就开始出现了未来统治者和土生居民 或者是混血居民的矛盾 那么菲律宾民族主义出现的一个重要因素之一 就来自于教会对本土神职人员的歧视 西班牙呢,是天主教 那根据天主教会的圣统治 还有教区的世俗圣职人员 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神父 以及修道会的修道士这两个系统 神父呢,他听命于教区的主教 负责到会区教堂的世俗传教工作 不过神父的地位比较低 工作呢,也比较繁重 不准加入修道会 而修道会呢,是另外一个系统 当时在菲律宾 修道士人数大概是250人到400人 他们不受马尼拉主教的截止 地位比较高 同时呢,因为地位的缘故 普遍都比较傲慢 同时也比较贪婪 他们各有所属的修道会和传教的地盘 修道会可以获取大量肥沃的土地 而且修道士经常会派到边缘地区 来进行传教 那么这些修道士就形成了当地的土皇帝 除了洗礼传教之外,他们还控制教育 掌控司法,帮忙收税 甚至进行收购转卖 修道士早年只是把菲律宾作为前往中国和日本传教的踏板 那么到了18世纪 随着去中日传教的这个机会换灭 所以西班牙的老修道士就不愿意带到菲律宾来 而要从西班牙本土招募新鲜的血液 花费也比较高 所以修道会呢,只好就地训练神圣员 但要拒绝平等的去对待这些本土的神圣员 这样矛盾呢,就产生了 而菲律宾作为西班牙殖民地 它真正的冲突 则是在中产基地出现之后发生的 特别是在英国短暂占领马尼亚期间 这是在1762年到1764年 当时英国和西班牙之间爆发了战争 那么英国短暂占领了马尼拉 当时呢,英国人刺激了经济作物的生产和外销 这样即使西班牙后来又重新掌控了对菲律宾的控制 但是呢,西班牙的贸易垄断也不再存在了 1834年呢,马尼拉港开放给外国船只 再加上1869年,苏伊士运河的开通 这是使得菲律宾本地的富裕子弟 不仅可以多受教育 甚至还可以到欧洲去留学 这样他们就吸取了美国独立 以及法国大革命的思潮 那么这些年轻的知识分子 不愿意像他们的父辈那样隐忍 这样,菲律宾的现代民族主义就开始诞生了 那么在西班牙殖民统治的后期 当时西班牙比较开明的国王卡罗斯三世 受到法国启明运动的影响,尝试进行改革 比如说废除人头税,降低摇曳 驯服修道士,以及开放习与学习等等 但是成效比较有限 当伊沙贝拉二世在光荣革命之后被废除 西班牙短暂的放松了对菲律宾的控制 不过后来呢,又固态赴盟 结果就导致了1872年的加米蒂奇 现在菲律宾民族革命运动就此展开 当时惊慌失措的西班牙殖民地当局 进行了铁腕的镇压 结果激起了更为强烈的反弹 三名天主教神父 格迈斯、布尔格斯和萨玛拉 在1872年被绞死 而医生出身的当地小说家黎刹 其实他是反对革命的温和分子 他倡议的是政治改革 结果也不被殖民地当局所容 他自我放逐到古巴行医 结果还是被殖民当局抓回了马尼拉 以煽动颠覆叛乱罪被枪毙 这反而刺激了更多的 菲律宾本土革命分子的诞生 庞提发秀呢 他很快就组织了地下革命团体 卡利普南 不过因为被殖民当局破获 所以不得已提前起义 宣布成立他家路共和国 这在1896年发生的事情 不过这个共和国呢 只持续了一年 就遭到了西班牙殖民当局的残酷镇压 而庞尼发秀呢 也在镇压中牺牲了 不过另外一位革命者 阿奎纳多 在1897年11月2日 接过了革命的旗帜 宣布成立 编纳巴多共和国 制定了编纳巴多共和国宪法 不过阿奎纳多 他的力量不足 无法抵挡西班牙政府的镇压 所以他最终呢 向西班牙殖民当局妥协 流亡到了香港 那么就在菲律宾的民族革命 无法战胜西班牙殖民当局的时候 美西战争爆发了 美国的1898年4月25日 借口帮助古巴的独立革命 而向西班牙宣战 当时担任海军助理部长的 叫多罗斯福 就下令杜威 率领停泊在香港的 亚洲分舰队 赶往菲律宾 1898年4月30日 那么美国舰队呢 就趁着黑夜 闯进了马尼拉湾 杜威所率领的这支 亚洲分舰队 是由四艘巡洋舰 一艘炮舰 和一艘基斯船所组成的 装备精良 但西班牙的马尼拉舰队 则是由七艘老朽的战舰 和一些辅助船只组成的 但是西班牙舰队呢 是下矛在 加密地海岸炮台的旁边 从远距离 向刚刚闯进 马尼拉湾的 美国舰队开火 炮火似乎很猛烈 但是因为西班牙的战舰 非常的老旧 打得并不准 并没有对美国舰队 造成任何大的威胁 所以当时杜威 并没有急于回击 他一直等到 自己的舰队排成单列 利用速度的优势 迅速接近西班牙舰队 当时美国的分遣舰队 在西班牙舰队的四周环形 五次从他们面前通过 一直到很近的距离之后 才向对方开火 当时西班牙军舰呢 处于熄火下矛 停泊的状态 而且呢 老旧的西班牙军舰 它甲板上 还堆制着 烧锅炉用的柴草 这是最好的营火材料 结果美国军舰一开炮 西班牙的舰顶 全部都着起了大火 第二天上午 七点三十五分 美军停止开炮 以便检点和搬运弹药 十一点十五分 美军再次投入战斗 一举就击溃了 西班牙的马尼拉舰队 这场仗呢 达到五月一日的正午 就结束了 西班牙这边 战死了一百六十七人 伤二百一十四人 而美国这边呢 只是伤了八人 没有一人死亡 自此美国海军就控制了 菲律宾的海面 那么到了五月二日 就占领了贾米地基地 和克雷基多尔岛 六月二十一日呢 美国军舰 查尔斯顿号 就占领了关岛 从美国国旗 插上关岛开始 关岛就成为了美国 在太平洋上的 另外一个重要的据点 和抵达菲律宾的 中转战 美国的这次胜利呢 在美国国内就引起了 疯狂的欢呼和希望 当时美国报纸的报道 也让美国国内的 隆断资本 开始紧张地准备 对菲律宾的投资 和商品输出 美国朝野 也在非常热烈地 谈论着 占领菲律宾的事情 而美国海军舰队司令 乔治杜威本人的声望 也因此大增 很快呢 他就被美国国会 授予成为了 美国第一个海军上将 因为有了古巴的经验 所以美国呢 也希望阿宽纳多 能够回到菲律宾 领导菲律宾的 民族革命运动 所以阿宽纳多 在杜威的安排之下 乘坐美国军舰 在5月19日 就返回了 他在吕宋岛的故乡 加米地 配合起义 6月12日呢 阿宽纳多发表了 菲律宾独立宣言 宣布独立 到了8月份 菲律宾的革命军 几乎收复了 菲律宾的全境 美国原本是打算 和阿宽纳多 约定联手围攻 马尼拉城 但实际上呢 这只是美国政府的 权益之计 因为当时美军 在菲律宾的路上力量 还比较薄弱 需要依靠 菲律宾民族革命军的力量 那么到了6月底呢 情况出现了转变 第一批美国原本军 抵达菲律宾 那第二批 3500多人 在7月中旬也到达了 第三批 4800多人 在7月底 也陆续到达 美军登陆之后呢 就非常强横的 去接管了马尼拉周围 革命军已经占领的 重要阵地 那么迈吉兰总统也下令 美军在任何情况下 都要阻止 菲律宾革命军 近战马尼拉 这个时候 美西战争 已经基本定局 西班牙的海军被全歼 古巴已经被美军占领 在菲律宾呢 战争如果继续进行下去 那么结果也必定 和在古巴一样 所以美国呢 已经在着手准备 要让菲律宾 在自己的控制之下 所以美军呢 就和西班牙 打成了密约 西班牙的守军 只做了象征性的抵抗 就投降了 美国就拿下了 马尼拉 我们前面提到了 在美西战争爆发的时候 美国国会 除了决议承认 古巴独立 另外还通过了 泰勒修正案 这个泰勒修正案呢 是为了显示 美国并没有 领土野心 那美国总统 麦金来 一开始还表示 领土并吞 是侵略罪 就没想到美军 在菲律宾大获全胜 海外战争 胜利的快感 让美国国内的形势 一片大好 等到美国国会 在1898年7月6日 决议并吞夏威夷 并且作为 通往菲律宾的 加美中级战的时候 麦金来总统呢 就改口说 战争之际 我们必须保有 所有手上拿到的东西 一旦战胜 我们必须保有 所有想要的东西 所以在和西班牙 谈判的时候 美国最早开口 要求西班牙 割让关岛 以及波多黎各 作为停火的条件 进而呢 又改口要占领 马尼拉 作为签订合约的筹码 接着又要求 整个吕颂岛 最后是干脆 狮子大张口 要求整个菲律宾群岛 西班牙刚开始 只愿意割让 菲律宾群岛的南部 后来呢 意识到双方 在军事实力上的差距 背货让步 最终双方签订了 巴黎条约 西班牙 以2000万美金 将菲律宾 卖给了美国 当年麦金利总统的 一位新微界的好友 克尔萨特 他后来回忆说 他在马尼拉湾大捷 几天之后到白宫 麦金来 对他亲口坦诚 他根本搞不清楚 菲律宾到底在哪 几个月之后 麦金利还在抱怨说 要是杜维击溃 西班牙舰队 然后拍拍屁股走人 就可以省下很多的麻烦 麦金利呢 曾经对美国的国内人士 曾经说过 把菲律宾交还给西班牙 这是懦弱不光彩的事情 当然也不能转交给 在东方的商业劲敌 法国或者德国 而菲律宾人本身呢 又无力自治 交给菲律宾人 就会造成无政府的状态 甚至还会出现 比西班牙更为糟糕的 本土暴政 所以只能在美国的控制之下 通过教化和提升 把菲律宾本土人 变成基督徒 然后才能让他们 自己管理自己 麦金来的这种说法呢 并不完全是虚伪的谎言 这其实是美国国内 一种民众主流意识的体现 事实上呢 美国原来的远东政策 是不取殖民地 租借地 或者是划定自己的势力范围 美国内部最早 对于是否继续占领菲律宾 意见上是分歧 主传的一方呢 是诉诸于我们之前 不断提到的天明论 认为处于先进地位的美国 就应该有义务 去保护和教化落后地区 而1898年 在美国成立的 美国反帝国主义者联盟 则秉承的是人道主义 认为殖民地 它不止违反了民主理念 也违背了美国的建国精神 由于菲律宾 它是介于日本 中南半岛 以及东印度群岛之间 德国 日本和英国 都是虎视眈眈 麦金利认为 任其独立 将会被这些国家瓜分 是一种不负责任的作法 既然转让 和保持中立都不可行 那么就干脆确实不公 将菲律宾 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 那么其他欧洲强国 对菲律宾的野心 这也是事实 其中呢 最有野心的是两个国家 一个是荷兰 一个是德国 当年荷兰为了脱离西班牙独立 打了一场漫长的80年战争 战火呢 也曾经烧到过 东南亚和远东 一方面呢 荷兰想和英国一争长短 另外一方面 也想抢夺 葡萄牙所支配的香良贸易 所以西班牙在菲律宾 始终面对着 来自荷兰的严峻挑战 他要防止荷兰 攻占马尼拉 荷兰人范奴尔特 大概完成了环球首航之前 在1600年 就洗劫前往马尼拉的船只 并且还曾经封锁过马尼拉湾 我们都知道 荷兰殖民者 曾经占领了台湾一段时间 那么很多人不清楚的是 荷兰在台湾拥有了落足点之后 曾经五次尝试 想要攻占菲律宾 不过都没有成功 那么荷兰和西班牙 在1648年签订了明斯特合约 西班牙承认荷兰独立 那么在交换的条件中 有一条 就是荷兰不能再围困马尼拉 那么即使在这个合约签订之后 荷兰也从没有放弃过 在东南亚扩张自己的势力 在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和七年战争之后 西班牙的国力一落千丈 马尼拉在1762年到1764年 还一度被英国占领 到美西战争爆发之后 欧洲强权 担心国际上的军事平衡被破坏 除了法国保持中立 其他的几个国家 在西班牙的拜托之下出面 希望美国能以和平的方式解决纷争 英国呢 自知在欧洲大陆不受欢迎 所以对美国频频示好 大张旗鼓的揭露 别的国家是别有用心的 俄罗斯拒绝替西班牙仗义之言 又担心美国被英国拉拢过去 所以就向美国表示 只要分文不花 未尝不可以和日本 共同代为管理菲律宾 免得日本老是在中国东北 和自己抢地盘 而日本呢 抢先在1898年5月2日宣布中立 向美国表示 自己并没有非分之想 但同时呢 也积极表态 愿意向全马之劳 代管菲律宾 其实当杜威所率领的 美国亚洲分舰队 包围马尼拉湾的时候 其他的各强国 也纷纷以保护侨民作为名义 派遣军舰前往观战 这就包括了英国 日本 法国 德国 那么这些国家 在东亚已经都有自己的海军基地 而其中表现突出的 就是德国 德国在欧洲19世纪末崛起 当时也有很强的扩张野心 尽管呢 他们并没有理西班牙的球员 但是对于美国的海外扩张 也是非常的不以为然 菲律宾的民族革命者 也曾经向德国领事请愿 呼吁德国能够支持菲律宾的民族自决 能够向菲律宾的革命武装提供武器 当时德国的皇帝 未来二世未知动容 曾经考虑要买一下菲律宾 德国原来只能把军舰 停泊在长崎或者是香港 在1898年 强租了中国的交流湾之后 也想进而染指菲律宾 结果最后呢 因为发现美国的态度非常的坚决 而德国舰队在实力上 不如美国舰队 这才知难而退 转而盘算着如何接收西班牙 在太平洋的其他殖民地 菲律宾的命运 已经掌握在了美国手中 那么菲律宾的这些革命者 他们就想知道 美国到底是怎么想的 所以1898年9月底 阿辉纳多的代表阿公西罗 在远征军格林将军的陪同之下 前往白宫 那么菲律宾的革命者 向麦吉兰总统 表达了什么样的意愿 而他们的意愿 能否在美国白宫这边 得到满足呢 关于这方面的情况 我下一集再继续给大家讲